每年都会设计多元活动的同乐节 让学童借由参与充满欢乐气氛的营队活动 勇敢探索激发潜能兴趣 打造不一样的童年生活 希望说我们的同乐节的活动 能够把小朋友带出户外 然后用健康跟运动这样的一个主题 来协助我们的学童们有个快乐健康的暑假 公司了解为人父母培育子女的用心 因此自102年开始 规划一系列运文运武的儿童营队活动 至今仍是媒体争相采访的重要活动之一 球星云籍的篮球训练营 由前中华队国手郑慧云担任总教练 为学童量身定做课程 带领国泰女兰一起传授学童各种篮球知识 技术与自我防护观念 从防守进攻到团队合作练习 都有教练细心指导 启迪学童尊重队友的精神 和坚毅不屈的意志 有参加过篮球营 那从此小朋友都喜欢打篮球 反应很好 超人气营队除了篮球还有棒球 紧张又刺激的大战 观众席上百名学童 为球场上的球员们加油 呐喊鼓舞了士气 也打出精彩的佳击 我们都知道棒球是我们的国球 那我们在想说 是不是也有很多学童呢 他并没有实地在棒球场 感受这样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个活动 让我们的学童们 都可以享受这个棒球 这样的一个活动 也希望他们能够乐在其中 向父母送上拥抱及亲吻 用行动证明对父母的爱 小人儿的娇羞态度 到球场也能闯关玩游戏 看到大小朋友满手奖品 足见大家都伸手好头脑家 此外活动另一波高潮 就是和职棒球星合影 不仅学童高兴大叫 连家长们都化成粉丝 兴奋不已 让参加棒球营队的学童们 留下满满的快乐回忆 学童时期是一生中的黄金岁月 所以健康体验营要向下扎根 教导学童正确身心健康观念 以达到为自己健康把关的目标 学童每天一杯寒糖饮料 似乎已经成为常态 甚至连家长都认为 喝饮料解渴很正常 以至于家长也放任孩子 把饮料当水喝 容易饮用过量 而造成肥胖及营养失调 其实与其告诉小朋友说 这些寒糖饮料有多不好 那不如让小朋友认识这些寒糖饮料 藉由操作糖度计 知道糖的量 一杯的珍珠奶茶相当于两碗饭 其实小朋友就知道说 原来我喝一杯珍珠奶茶 是没有饱足感的 而且是摄取不到任何的营养素 那我吃这两碗饭呢 其实我是很有饱足感的 让他们可以才去开始去重新思考说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过这一堂含糖的课程中 我学到了糖度的高低 决定了热量的多寡 为了学童吃得健康又美味 也让父母安心 亲子厨艺教室 特地邀请饭店品牌主厨来上菜 让他们怎么去了解 食材的制作流程跟过程 对于这个健康不健康的食材 会更深度地了解 这个活动可以让学员跟自己的小孩 会有培养更好的感情 每一道佳肴都有主厨亲自教授小学童 在体验手作乐趣中 学习如何吃得安心 为自己的食安把关 参加这个活动可以让我 知道更多我们在煮菜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地方 还有很多我们的迷思 然后厨厨也会回答我们的问题 很耐心地教导我们 所以让我收获了 同乐节不仅让小孩玩得开心 连一旁的家长也都不亦乐乎 因为我想说这个活动其实蛮难得的 因为像现在暑假 很多各种不同的夏令营 夏令营几乎都是运动类型 或是玩乐类型居多 这次这个体验营它其实有教育功能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肢体上面 或是心智成长方面 我觉得应该都有不错的帮助这样 我们希望在这一连串的 这个同乐节的活动有五个主题 能够让我们的学童在运动里面去感受运动家的精神 还有不放弃梦想这样的一个希望 牺手守护学童的同乐节 提供学童均衡且多元发展的活动 让许多学童都相约 明年还要再来体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